有一种说法说是 闭谷当中抽烟会使身体内的气息变得浑浊 这种说法没什么道理 首先我们不鼓励抽烟 抽烟有害健康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主张 强制的勉强的去戒烟 家里有老年人的抽了一辈子的烟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子女 建议大家就不要逼着老人去戒烟了 如果我们真的为老年人着想 不要让老人一个人抽闷烟 不要让老年人一个人喝闷酒